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张讲互联网概述 那么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具体的东西要看一下 第一 这是我们捷克的内容 但是我说过就不在这个面移的东西了 我们就给大家看 好吧 那计算机网络这个概念 其实说 我们原先说的是 讲到这个东西还要详细去讲 说什么叫计算机网络 通过线量连接 使用相同的协议和程序 然后使用相同软件实现资源故障和心理传递 对吧 那甚至我们当时可能还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互联网协议 什么叫互联网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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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就是规章制度 是吧 什么意思 只有我们两个人说的话都是遵守相同的规则 你是不是才能听我说什么 否则我们之间是无法进行共同 所以 在进行互联网网数据传递的时候 首先认为的时候就是协议 结果我们说话呢 我们上课的时候必须要用普通话来上课 我如果说方言 你们是不是就死了 对吧 比如说我给你们说出来的话 你们听懂吗 听懂吗 听懂我可能现在没理想 我说 我说 一个尬全人造尖全多少 听懂吗 听懂吗 一个尬全人造尖全日本多少 听懂啊 听懂啊 psic brush travers physicians r au 我要这么上课,你们是不是就疯了,我们上学的时候,直到触动,还有老师用来用话少,所以也挺崩溃的,要外地去的话也挺崩溃的,啥意思啊,巧儿,北京人也叫,这个巧的意思就是鸟了,鸟,就是家巧,北京人就这么说,我们说,然后呢,嘎的意思是嘎,哥阿嘎,嘎的意思是小的意思, 那我说,一个嘎犬,就是一个小小鸟,然后呢,来这话呢,把这个高高兴兴的意思叫做饶,饶咋评呢,就是饶,也不对,是饶,饶评不出来吧,饶那我就这样吧,就是饶,颠颠,饶颠颠,就是高高兴兴的, 高高兴兴,然后呢,把跑了,走了,飞,或者之类的东西都叫饶,饶掉了,就是,饶帮子的,饶还是饶,饶掉了,饶啥,哪个饶,我还真不知道,可能是这个饶, 饶,饶到了,它的意思就是飞走了,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是,一个尬强,一个小小鸟,绕间间的饶刀,就是高光兴兴的飞走了,就是这个意思,哎,我要这么上课,每个时候就崩溃了,对吧,说明咱们之间的协议是不是通常,对吧, 但是如果在完之间,可能还问题不大,OK,那什么叫协议,是不是就是要遵求我们的,或者这个通信制度,我们要说相同的内容,OK,比如说明代表什么,明代表什么,或者等等,这样,最基本的,从最低层开始,是不是都要有协议来支撑,听懂吗,好了,那,这个都不用说了,没啥说的,然后呢,计算网络的发展,简单看一下, 这个还是时间,刚刚是不是只是看了这样一个事件,没错吧,Alphabet,然后,呃,出现了TCPIP,没错吧,Alphabet出现的是分组交换,也就是交换机的这样一个重宝数据,我们讲更换技术再看,好吧,然后最终是不是就出现了网页技术,因为浏览器的东西,OK,这个浏览器我也没见过,OK,其实,我对浏览器不太能感,我到现在也没分清楚, 那个,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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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呢,什么,Crawl吗,Crawl吗,Crawl吗,是啥,对,我到现在也没太分清谷歌和火雾,因为,浏览器可能不太注重客观,我们是不是主要考虑的是服务器官的技术,但是,对写网站的人员来讲,他们是不要,他写完之后,是不是每个游软器打开之后,是个效果不异样,他是不是写册,那是不是各个游软器都要过,对吧, 但是,我们Linus当中,如果你装了图西接链,它标配的游软器是,对,发入了,火雾,OK,那么,它虽然是那个,作为定义软化,它其实现在叫做Mazella,Maze,或者也叫Mazella,反正就这个东西了,内容东西去火雾内核,OK,那其实就是火雾,听懂了啊,火雾了,那,这话是不是就是, 我们说了一下协议的作用,就跟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一样,有协议之后,是不是才可以支撑这个,才可以大家互相这个标准通信,对吧,所以,有很多标,协议标准制定的,我们现在采用的,其实这些标准都有,那,你们现在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主要是ISOJ,这个定义,它有一个,这个美国电子电器工程师学会,这个东西,它定义的是互联网标准, 它定义的是局域网标准,我们主要用的是这两个东西,听懂吧,比如说,你们用的无线局域网,经常写IE,8211B,8211J,是不是呀,这什么都是它定义的无线局域网标准,局域网标准是它定义的,OK,好了,那,这块简单说了像万网,烂网,其实说实话,现在的烂网和局域网,是有区分的, 我们现在用的学校都是局域网,各位,局域网的特别,我们在同一个路由网关之内,或者说,我们在同一个网关之下,就叫局域网,听懂吗,当然,这种概念不一定准,为什么,我们有一些较大的公司,比如说像咱们学校, 我认为每个教室是不是都是一个局域网,但是最终组合起来,我们整个校区是不是也是一个局域网,能听懂我说什么,那,其实我们还是一般人类,在同一个网站里面都是一个局域网,OK,但是,就算你多个网站组组组,要不然集合公司里面还是一个局域网,但是,之前我们还分广域网和成语网,那么,现在其实这种东西都是概念性的东西,没有说是,哎,说,这对我们的天天线, 现在,你从这个分线下概念就是广域网,分线里面就是成语网,没有,现在就说,只要不是局域网,我们都一般认为它是广域网,听懂吗,有没有问题,能分线吗,局域网能分线吗,我们起研内部,校团内部,只要我们用的都是那种IP的,哪怕不是一个网站,我们也是同一个局域网,听懂吗,好了,这是我们的局域网标准,局域网采用的, 我们的设计就是我说了,I11,其中,I118.2.3是我们目前用到的百兆的快速计态,那8.2.11是我们的无线矩动,这个我们再讲后面这个,我们还需要再看,当时再说,好吧,其实只是有个东西,我也不要求你把它备下,我们只要知道它第一个是局域网协议就可以,好吧,局域网传输数据的标准就可以了,听懂吗,好了,这块呢,是, 好歹看一下,这是路由器,这是交换机,各位,分的清路由器的交换机,他们是干嘛的,先说,他们俩是干嘛的,交换机的功能是干嘛的,各位,交换机的核心功能是不是数据包交换,那它是用来干嘛的,对吧,各位, 交换机,你们简单的去分析,如果是在局域网内央使用,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局域网,那么,我们之间是通过交换机进行数据交换,能不能说是吧,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管管,1.9.8,2.8,2.6,能不能说是吗,我们之间通过交换机可以进行数据转换,那如果不是通过交换机,我们两个人通过,两个网卡,就连一根短线,反正, 我们俩互相两个连过来,能交换数据转换,能通过交换机吗,能吗,能吗,没问题,能,只是需要稍微做一些修改,做一些特定配置,主要是网线的时候,OK,什么意思,我们连交换机的网线,两个图是一样的,我们把它叫做直通线,你们把幻线拔下来去看,这图和那图的线区是一致的,OK,那如果是两个 电脑之间的连接,它们之间的线区是导致开的,具体线区我们会改成,好吧,但是它的线区是不一致的,要用交叉线,听懂吗,但是,你的电脑是不是只有一块的接棒,接网线网线,如果是我的网线直接接着你的网线,是不是只能咱俩凸显,你们其他人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放播了,那怎么办,那交换机是不是叫十年内容了,我们是不是全都去连交换机,只要是在交换机的所有的机会, 计算机是不可以直接通线,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设计同一个网线网线区,也就是说,我是216,你们所有人都要是216,听懂吗,所以我们说交换机上的,用作局域网数据通线,能分吗,好吧,那录音信呢,各位,录音信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跨网段进行数据通线, 我们是两个人,168,216,没什么,那隔壁班,他们的网络是有可能就是215,那我们要想和他们之间的互联网产生通信,我的计算机要想跟他通信,那这样干嘛,咱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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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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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聽懂了 否則就不能通信 聽不懂 這塊有一個典型的區別 能看出來啥 交換器上的網卡口是不是更多 它是用來連接局域網內所有事的 那麼遊戲呢 一般情況下 每一個模塊上就有一個 兩個 一個是不是連216網 一個連215網 能聽懂 當然 這是老式的一種固態 這種 怎麼說呢 就是 我們現在都是模畫化的CG667214 就像這樣 它們把它拆下來 把這個鐵片直接就擰下來 然後呢 你換另外一個接口就行了 那叫熱液 只要它能接 你是不是可以加好多個這個雙 這個螺線口 好了 然後呢 這塊是防火牆 各位 防火牆的話 各位 告訴我 有硬件的 但是也有什麼 硬件的 操作系統裡帶 比如說Linux當中帶著防火牆 IPTBOS OK 那硬件的好 硬件的好 如果單純功能來講 當然是硬件的好 它的效率也更高 它專門就是幹這個 它可配的規則也更多 但是 價格好貴 這東西一般都不便宜 我們現在買的主流的那個什麼FP5的防火牆 一般都在30萬以上 價格好 非常容易 那 一般的中小公司 包括個人是不是都買的錢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用軟件來多利 軟件的好處不便宜吧 不需要單獨花錢 買台服務器裝上去就可以了 確定 效率是要比硬件的差一些 行 OK 好 這塊類的一些4顆的 4顆的就更貴吧 我剛說的FP我也是4顆 這都是古老的 我們現在都不是這樣 好了 這些是什麼 無線網卡吧 無線包吧 無線網卡發射器吧 等等吧 等等吧 這些都是網卡式的 簡單看一下 好了 那這塊才是我們講的東西 第一 網絡拓譜 什麼叫拓譜 你可以理解為 我們這個網絡設備連接的 具體的物理線路結構 啥意思 網絡網線 OK 和你的計算機要想連接 我們之間是不是敢有一個 這個網線的連接圖 把它畫出來之後 就變成什麼 我們就把它叫拓譜 OK 那各位 拓譜圖有很多 我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 我為什麼沒有其他的拓譜圖 這個圖 就畫了這一種 好吧 那麼最早的時候 我說是 我們的拓譜圖是 總線型拓譜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一根線 然後呢 所有的建廣 是不是都連接在這一台 同州建廣上 各位 這種拓譜的結構 非常多 現在淘汰 首先 它的這根總線 不是你們現在看到的雙角線 而是 同州建廣 見過同州建廣嗎 你們每個人都見了 所有的建廣 閉路建廣 閉路建室的那個就是 只是 同州建廣裡面的同心越粗 它裡面傳輸的再寬式就越高 各位 這種連接非常多 為什麼 它對連接有嚴格要求 是吧 兩台計算器之間的線路的距離 不能小於1.5米 我要沒記錯的話 因為太古老了 我可能亂話 不能大於4米 能聽到嗎 兩個計算器之間的間隔數有固定 然後呢 總帶寬的線路也有固定 而且 它要求 一端必須插一個這個 轉接器 其實應該叫做什麼 要忘了 就要放了好多年前 十年前的技術 最少是 它必須什麼 它要接你的這個建築 為了保證你的建築信號 到這之後 不會反彙 要不然你想 信號過來反彙 信號過來反彙 冰科建廣裡面 全部都是同時系統 你們聽到你說什麼 而且 另外一端還要幹嘛 還必須接地 為了把信號導出 你們說什麼 也是說 它的施工是有嚴格規定的 你們不知道見過沒有 我們早期 那個網吧 在2000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說 ICD專線上網 沒了過速度128K 見過吧 我不知道你們見過這橫幅嗎 那這種東西的布線 都是對 各位 我那時候 剛好是在大學還沒畢業 上大學之間 我是第二年大學畢業 我當時的時候 最大的夢想就是開一個網吧 然後呢 因為打遊戲可以不要錢 然後呢 當時算了一下成本 因為說算電腦 開一個網吧 買便宜兩個電腦 大概20萬就夠 哎 我覺得這是很高 然後就去跟我們家商量 我媽說 反正20萬也沒有 你要是真要開的話 我就去借 反正也錯誤 哎 我說行 我去打電腦 然後呢 我當時覺得自己是一個電腦保守 為什麼 當時我會幹嘛 我會傳機器 我會裝機傳機器系統 我會解決常見的硬件操作 對著故障會少 OK 然後呢 就已經是非常有效 為什麼 我周圍所有認識的人 的電腦都是我傳的 我在我大學的 從大三到大四 大五畢業的十二 這兩年時間 我最少傳了一百塊電腦 就給我的親戚朋友和我的同學 最少傳了一百塊 好